你想怎樣? 只是給他ABCD餐去選擇 有時他都不知道怎樣 真誠、樂觀的態度 跟他一起有商有糧 同工的一起做 不只是誰說了事 有些幽默感 這些他都會覺得挺好的 令他不會太失落 沒有希望 剛才說了很多都是理念、態度上的事 而實際上有什麼可以做的呢? 實際上有什麼可以做的呢? 即是要表達出來要怎樣? 讓他表達他的困難在哪裡? 幫他處理他的問題 適度的安慰和支持 適度的安慰和支持 我們真的要觀察那個病人 其實有時你不用說太多事情 他有很多事情他自己想會知道 有時太多人會被困在一堆 整群人剛才說 整群朋友 車輪轉 太多了 他可能會不消 負擔 足夠就可以了 很重要 無論他怎樣 他是有價值和貢獻的存在 這些是怎樣的價值和貢獻呢? 其實我們在他的故事中 我們可以發掘到 我們可以知道 有人說 我沒有什麼 我做了一個家庭主婦 沒有什麼 只要照顧孩子 我對社會也沒有什麼貢獻 照顧孩子 還沒有貢獻 很有貢獻 其實這些是對談的 其實都會關乎我們自己 你是一個正面人生的人 因為你上手看的負面 如果我們自己正面一點 我們可以看到很多東西 未必是很好的東西 我們都會看到正面的所在 有些人會自己想到正面的東西 其實我講了很多 這是很多年前的 不過我講了很多次 或者如果有人聽過我講話 你可能聽過這個故事 或者這個個案子 他是一個巴士司機 他自己想的 這個不是我們 我們幫他支援他 但他說 我做巴士司機 就不是什麼高尚職業 不過我覺得我這份工作很有意思 因為我 一早開巴士 送小朋友上學 送人們上班 如果沒有我們的巴士司機 那些小朋友怎麼上學呢 所以他覺得他自己 做一個巴士司機 對社會很有貢獻 哇 可以了 最好多些人 自己想到 不用我們幫他發掘 但你會看到 其實 即使 我不是做博士 做巴士司機 其實巴士司機 也可以很有貢獻 其實很多東西 我們可以在裡面發掘 讓他肯定 很多時候 一個人會覺得有病 很老到 什麼都沒有 現在還要這樣的病 一輩子都是不好 但我會不會在裡面 聽他的故事裡面 我們就可以發掘一些東西 肯定回去 這些就是一個關懷和支援 如果我們知道他有什麼未完的心願 可能幫一下他 甚至乎是一些其實 關懷都可以 不是那麼多 那麼複雜 很難 日常的生活也很重要 其實日常的生活是很重要 因為每天都要生活 每天都要吃飯 每天都要去廁所 每天都要洗澡 其實可能日常的生活也很重要 不能夠醫好的病 不代表一定是失敗 放棄 今次今日我們都 有人還在說 哇 你來的百普利是否等死 我一定會跟他盡我的能力 去改變他的看法 哪個人是等死 可能那個人也在等死 對不對 不過我們不是這樣看 我們今天說 其實有病 我們是跟病一起去生存 到最後一刻 我不知道天氣要什麼時候拿走了 不過我們還沒有跟病一起去生存 盡我們的力量去生存到最後 這是我們的方向 如果我們用這個角度去看的時候 我們其實也不是那麼灰 每個人都是出力去生存他每一天 令他每一天 我自己的每一天 其他人的每一天 是更加好的 關懷他的需要是幾方面 身體上 心靈方面 實務上 我們經常都很集中在心靈上 怎樣和他聊天 但其實不要忽略 身體上 都是很重要的 他的身體不舒服 我們都要看看他 他什麼不舒服 怎樣可以幫他處理 怎樣 可能拿一個枕頭 枯筍 他可以舒服一點 這些都很重要 如果他一天看得不舒服 身體的病徵不舒服 很困難 實務上 如果我覺得今天講義工 我覺得義工真的幫到很多 可能身體上的不舒服 可能要靠多些醫生 因為可能他也要有些弱雅 才能幫到他 心靈上 我們義工也可以幫他 我們可以聽他的心聲 但可能更要專業一點 會不會是軟木 會不會是社工 心理 如果有特別的需要 當然一般來說 心靈上我都可以聆聽他的幫助 實務上也有很多 尤其是每天的生活 誰有拿飯給他吃 有沒有人去探望他 有些很好的 那個案子不是我的 我的同事 那個伯伯 就是住在那些劏房 沒有人去探望他 他去探望他 他就不停地說 因為他好像很久沒有跟別人說過 他會很辛苦 其實他住的劏房 主要都是堂樓的 要走樓梯 所以他一天就不會出很多次街 一次就買些東西 或者幾天才出一次 就去樓下買些東西回家 那裡 放了幾天 吃幾天 問送飯那些他又不肯 那些不好吃 不適合他胃口 他曾經到街上買 其實這些真的要探望 所以我們就想 我們怎麼可以有些義工 可以去探望他 有些東西可以幫他買一些東西 實際上他的生活上面 他的生活所需 沒有人幫他買 我也不知道 其實這些實際上 其實會幫到他 可能在實際上幫他的時候 接下來你在心靈上 你才可以搭到一條橋 哇 我什麼都沒有 缺水缺糧 你跟我說 那麼多東西 都聽不入耳 他什麼都沒有 其實不要看輕實務上面的幫民 可能實務上面的幫民 不單止實位 平時他會覺得 你真的幫到我 不是只在這裡 所以我們在這裡 這幾方面 我們都要留意 我們可以怎樣幫他 不過 可能在我們相處的方式裡 有些東西就不太合適 不應該 可能我們轉一點 不太合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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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關懷的方式 有幾方面 第一方面 就是對談方面 對談方面 溝通對談的時候 心不在然 擔天望地 其實他有沒有專注他 我們都會想 跟他聊天 說他看著別處 那人跟他聊天 看著後面 你也不知道他在聽我說話 不行 不要打斷他話病 在他聊天的時候 讓他盡量宣洩和傾訴 這個不容易 因為 好像我有一個新來的同事 那些新來的同事 我都要很關懷 我都擔心他 待會他會離開 那我就很慘了 所以我都跟他聊天 你聽那麼多 他經常說說說說 很多人都說說說說 說他那些 不開心的事 真的 因為大部分時候 都會說他那些不開心的事 我們不說他自己也會說 要聽的人 真的要很多的誠在力 受得住 不是死頂那些 你會真的聽到他 不會說自己也失誤了 但你真的要有若干的承載力 去說他那些 不開心的事 我們不可以不要打斷他 因為打斷了他 不會再說 他也挺難會再說多遲 麻煩你剛才 我都不要再重頭說 不可以 逃避的問題 就是 逃避了他 我都聽到有些 有些人說 我很擔心 我不知道會不會 越來越差 我也聽過有些人說 或者說另一件事 其實你剛才說的有點不舒服 直接避開了他 其實他已經表達了病人 這樣問你 你真的 麻煩你 應對他 可能他自己受不了 所以他不想說這個話題 所以我們的關懷者 其實都要有若干的承載力 要不然我們就會很容易說另一件事 不是他面對他提出的問題 或者他提出的話題 我們可以接著他 跟他談 讓他去談 指導式 很多指導式 尤其是我們自己要舉手 我們那一行 很多指導式 我們經常搞一些 習慣了 很難忍受 我帶了很多新同事 我記得有一次 我帶了一個新同事 去見一個病人 我預期他坐在那裡看 不過我想他也受不了 要出口 我聊 那個病人 就在說他的夫婦關係 說說說說說他 他經常發脾氣 他的先生 他跟他說什麼 我吃什麼都要問我 他很煩 他一樣都要問我 那個病人是女士 他先生是照顧者 吃什麼也要問他 做什麼也要問他 買什麼也要問他 他覺得很煩 我們也要問他 我們也要問他 我想我同事 那個新同事 就受不了 你也知道 你也知道 你先生平時 都不是做家庭主婦的方式 你給他機會 他可能也不知道 所以他就問你什麼 這個其實我們忍不住 我們忍不住 想告訴他 其實他的先生 你也知道是關心你的 不過 等他知道 我們也明白 但我們有時很快 你讓他講一下 你教一下 你教他 你教他怎麼煮菜 你教他 我們會有很多指導 立刻忍不住 就立刻說很多 但其實那個病人還沒有講究 我告訴你 其實那個病人有一點炎症 其實炎症我們 說了他 你也不明白 你也不明白 他就很煩 正常 我手在後面 當天叫 dele 閉嘴 口聲 我們也忍不住 想找他 趕快解決問題 但其實不一定 因為他還未說得夠 先去講究他的問題 我們的指導式很容易出來了 我們也不會說 舊遊自取這四個字太嚴重 不過可能我們的暗示裡面 也有些暗示 怎樣暗示呢? 有時候我們很傻 你吃那麼多煙 有時候說了 不知怎樣 不會說了 那就說了 OK的 有時候會沒有了 算了 過去已經沒有需要再去 有時候我們會變得小心一點 令他覺得更加不安樂 這樣就不好 或者太多的意見 尤其是朋友、親戚 又說要減 又說要減 我也有些親友患病 雖然他不是那麼嚴重 不過是患癌症 雖然他不是晚期還是初期 但你也知道 這個男性有很多資訊 很多書要看 很多東西要吃 很多東西又不要吃 我看到他真的陣腳大亂 實際太多人關心他 太多意見 究竟現在要吃還是不要吃 這一批又說吃 那批又說不吃 有時候 沒有辦法控制那些人的朋友 但如果我有一個義工 或者有一個關懷者 我們有一個組織要去關懷者 我們就自己先不要給那麼多我們的意見 其實真是不適宜 我控制不了他的家人 我會憑罪問 但我可以叫我自己 不要太多我們要說要這樣 太多的意見 或者太多意見 關於他家裡的事情要怎樣做 他家裡的運作模式都已經運作了幾十年 我們在旁邊去聆聽他 關心他 可能是辛苦的 其實已經很足夠 可能當中也有很多信徒 信徒也很喜歡說很多聖經 去鼓勵 你要常常喜樂 你要把你的話交給神 要討告要有信心 有時候很多 我也有朋友跟我說 激怒圖的朋友 我真的受不了 他每次都叫我祈禱有信心 那為何祈禱有信心呢 有時候我們很鼓勵他 但我也覺得小心 小心運勇 有時候太多會淹死他 他都覺得受不了 我們也要留意的事情 網家評論就是 你這樣做不行 咦? 你也有聽過 你這樣也不通知你 國內的家人不行 可能我們也要提醒他 不過不要這麼快 你這樣不行 他們也知道發生什麼事 也不好 你也要通知你國內的親戚 那些事情 他們會知道 他們又不行 他們會怨你 生氣你 太多這些 那些事情 未必好 或者你可能要看看 咦? 其實你國內的親戚 用不需要讓他們知道 那可能也很夠了 其他的 如果他們不知道又怎樣 你又要這樣 你現在又要怎樣 那未必是我們要 給很多這樣的指導 評論下去 身體接觸 要小心 真的要小心 同性的 好一點 異性的 我覺得你極其小心 我們 就算是同性 我也很少 一見到他 抱緊他 有時候就算你覺得 他很可憐 可能我們拍拍膝頭 拍膝頭歌 已經很夠了 當我們 他說到一些不開心的事 拍一拍他的膝頭 拍一拍他的膝頭 已經很夠了 那就小心一點 其實有時候我們都會 很關心他 抓住他 我記得很久之前 現在沒有人這麼說 幸好 很久之前有人問我 咦? 你去那個白譜理做工? 我以前不是 急症醫院做 你去做 握手姑娘嗎? 我很不喜歡 其實 握著她的手 做什麼 握著她的手 做什麼 其實不是的 其實我們都可能 拍一下 抓緊別人的手 做什麼 不會的 其實我們都會 有一些 肢體的接觸 其實拍一下 摸她的手 按著她 震不震 不會整個人 抓緊她 其實也有些人不喜歡 我告訴你 我試過被一個平人 撥開我的手 你要 身體小心 我都會反省 其實 我是不是太快 去抓住她 可能是太快 我試過被人 撥開我的手 他可能不想 非常小心 不是每個人都喜歡 抓住她 抱著她 拍著她 非常小心 還有一些實際上的事 不像實際的期望 不要想我們可以幫她 借個實際的幫助 借個輪椅給她 借個什麼 做什麼 其實她可以做到哪一件事 我們真的要了解更多 不要令她覺得 我可以這樣 我可以完全做到所有的事 我們不要令她打到她沉 沒有希望你死定了 等死定了 不是這樣 我們還是要幫她 可能有什麼她可以做到的 你只不過現在要坐輪椅 但可能你要下輪椅的時候 就要點點點才能下輪 因為有些人坐輪椅 也不太容易坐到的 要幾個人 差不多搬台才能下輪椅 或者可能在家裡 要找一些人幫忙 或者找一些器材 才能下輪椅 有時候我們都會知道 如果我們給她一些幫助 已經會不會高過她的能力範圍 令她覺得有那件事在家裡 但又用不到 這些都是我們要留意的 也不要幫她做所有的事 她不是一個寶寶 她是一個大人 成年人 除非你照顧那個寶寶 她有自己的想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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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想怎樣 你幫她做完她的事 未必是好 她會覺得自己更加一個廢人 廢人 不需要的 她做了多少你讓她做 有時候我們會很關心 甚至乎 她是不是要幫她做這個做那個 其實我不知道要幫她做什麼好 其實你問問她 我需要幫你嗎 我需要幫你做好嗎 需要嗎 其實沒有問題 你可以問她 其實她需要我們的幫助 去到哪個地步 不要介意 我也可以提供這個 看她想怎樣 我們不能迫她 尊重她很重要 或者有些人覺得她 她也未必很自己做得來 不過我們也會問她 她要問她 如果她要送飯服務 其實她不會這樣 她下街 不知道她會不會滾下樓梯 她走這個堂樓 但她不要的時候 我們也可能要再觀察一下 遲些也要再問她 但不一定要幫她做完所有的事情 所以她們的社會 измен Albert 我們有很多質疑 某某某個病 寫了一簽段 很鼓勵人 某某某些疾病 拍照 很鼓勵人 我得也是 我對很多次 很多年前有一個病人跟我說 他是一個基督徒 教會很多人支持他 有一天我跟他談談的時候 他在哭 哭哭哭哭 我不知道能不能說 讓我想一想 不過這些人都過去了 你知道誰叫蘇欣培嗎? 很出名 當你知道蘇欣培看過他的書 我都知道你有多多資深 我都看過他的書 我都知道他是誰 幾年前他哭哭哭哭 他說